彭湖县政府秋冬主推练练海味彭湖美食假期 11月26日至12月26日 每周五至周日已展开海鲜一条街 在举岛之心前广场举行 县府招募优秀街头艺人 搭配水舞演出 现场摊位有各式各样的料理美食 还有艺员竞标活动 期望秋冬集结市区人潮带动消费 这都是澎湖当季海鲜 所以这边也可以吃 没有啊 这以后呢 又啃开麦 来来 吃了一盘糕 满满的海鲜大餐 螃蟹粥咧 今晚会的咧 哦 小馆 咧啥 芳咧 哦 满满的海鲜大餐 赞赞 咧啥 我猜猜猜猜猜猜 澎湖县政府旅游处表示 海鲜是多数人对澎湖的美食意向 而菊岛之星前方正是多家海鲜餐厅聚集的地带 故有海鲜一条街的美名 是澎湖海鲜餐厅的一级战区 除了为旅游团客、散客、美食爱好者前往朝拜的圣地 更是在地人推荐及招待朋友的首选 因此县府规划于菊岛之星前方的水舞广场 举办系列活动 11月26日起 每周五至周日 下午5点到晚间8点 每个整点都有水舞表演 另外也邀请许多地方优秀街头艺人 歌唱、演奏及舞蹈 每周五下午还不定时推出艺员竞标活动及试吃等 欢迎民众来抢购好康商品 接下来一个 我们配盘糕试试看好不好 黑糖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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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盒 5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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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兩次以外 现在有六四埋的举手 第一个我让他六四看有几个 有没有 来 举手我们都用六四埋好不好 用 我们今天海鲜一条街的活动是我们同湖县政府这边举办就是练练海味同湖的假期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 那我们今天选择在这个举岛之心的一个广场来举办 主要也是因为周边这边的附近有很多很棒的一些海鲜餐厅 那我们也来做一个推广 那也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澎湖的这个秋冬的海鲜美食 希望大家秋冬来澎湖可以赏美景 然后也可以吃海鲜 那这次的活动海鲜一条街的活动 从11月26号到12月26号 每周五六日的傍晚6点到8点举办 那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过来参观 谢谢 练练海味澎湖美食假期 目的在于塑造澎湖秋冬美食旅游意向 但每年都会加入不同元素的系列活动 例如今年的故事菜小旅行与海鲜一条街等 都是创意的行销方式 也颇获好评 带给游客更丰富多元的美食意向 也让游客有回流的动机 让热爱美食及海鲜的游客一来再来 创造每次不同的惊喜与感受 指导好时光美食护照 则是采电子护照形式 民众只要于合作店家消费 并扫描店家QR Code几张 几满三个张就可参与抽奖 奖项包含机票、船票、高级饭店住宿券、 特色民宿住宿券等 为秋冬美食活动更添风采 记者王海龙报道 请不吝点赞